進行著系統會的裝修工程 Andy非常熟練 他是為八年級生 33歲 雖然年輕 但從事裝修工程 已有7年時間 到現在已經學有所成 我當初在做這個餐廳的時候 我也有技術 我也有工夫 可是創業成本 什麼問都是200 300 因為設備裝潢 後來就一然決然想說 不然我試試看 對 所以後來一然決然 就踏入裝潢這個行業 從餐一夜轉裝修工 Andy看好的就是一技之長 創業當老闆壓力也比較少 尤其近年來AI浪潮興起 很多工作被取代 但相較於藍領工作 專業度更強 取代性低 Andy表示 短時間AI想要取代藍領工作 難度不小 我覺得在AI時代 我覺得這個藍領階段 還是比較難被取代 暫時啦 如果未來有可能 我覺得還需要一段時間 我認為是這樣子 除非說真的有辦法 像電影演的這樣機器人到現場 然後去幫你做這個 分類整個系統環境這樣子 要不然的話我目前認為 藍領要被機器取代的機率 還是偏低一點 逼近AI浪潮來勢洶洶 藍領工作反而更具優勢 根據美國數據統計 直擊培訓課程不斷增加 2023年的註冊人數 就上升了16% 2018年開始追蹤以來的新高數字 由美國工人上傳推熱水器的短影片 上傳之後竟然有47萬次的點閱觀看 另外一位27歲少女是水電工 常常發布工作影片 統計起來有220萬的觀看人數 年輕人的來臨技術工作越來越夯 當同胞 所以很多老師會覺得 你一定不專業 可是我自己認為 專不專業這件事情 不代表年紀很輕就不專業 我也是花了7年的時間 對不對 人家常說的 睡得比狗碗 起得比機長 對 那我覺得這個在學習的時候 就要認真去學習 那學習完之後 我不認為說我們的觀念跟技術 在2023年美國有一個調查公司 就調查了相關的薪資數據 發現說藍領階級 在2023年的薪資水平 是來到了48000元的年薪美金 另外在白領這邊 則是來到了39000元的美金 而是年薪的部分 其實這落差是滿大的 水電工或者是工程技師 甚至是室內的建築等等 這樣子的工作 有越來越多的新鮮人開始嚮往 擔心工作會被人取代 根據人類銀行統計 有89.6%的勞工透露 擔心自己的工作職務 被機器人或AI人工智慧取代 比例高於去年 調查了87.2% 最容易被取代的前三名工作 第一名是售票員54.3% 第二名是客服人員53.6% 第三是產線住院員52.2% 技術性低就容易被取代 藍領工作反而逆勢搶出頭 我發現就是台灣 其實缺工的情形越來越嚴重 而且有部分工種 他們還面臨技術的斷層 但是我其實我最近有發現 就是有一個趨勢 就是AI的浪潮 它有開始漸漸取代了 白領部分的工作 然後就會變成說 其實現在年輕人 我發現他們開始願意 覺得藍領有更多的機會 然後他們覺得 藍領的收入的結構也比較好 也比較穩定 年輕人投入藍領工作 醫院也相對增加 現在也有培訓單位 提供相關課程 包含家具 木座 裝修 建築等領域 不再像過往只有師徒制教學 台版受課吸引更多年輕人 協會統計光是這一年來 35歲以下年輕朋友 比例就超過四成 而且年齡層逐步在下降 協會現在有開始推出 像木工課程 水電課程 像系統櫃組裝課程 或是你做課程 這些課程可以幫助 就是如果你想要在裝修界 有一技之長的人 你可以藉由這些課程 你不用再花三到五年的時間 一直跟一個老師服學技術 你可以藉由這些課程 考核過後 你就可以變成 你可以開始做接案 甚至創業 協會會輔導他做創業 甚至做發案的動作 藍領工作不在低下 在AI浪潮的風口浪尖上 反而具有難以取代的專業性 也成了歷史在年輕人 新型態的工作選擇 TVBS新聞中等 來明台北財網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